出事出事了,传言800多家工作室一联手,凑集20Y准备入局。 近期更是有人在秒空150和160的便宜布抹伞,信号如此明显和强烈,难道传言是真的? 昨日接到水友的秘信,说有传言工作室近期有大动作,他个人觉得很可能是真的,于是便秒空了藏宝格上的150和160的便宜布抹伞,想趁着东风喝点汤。 为了打探这个传言的真实性,我再次挺胸二出,打入内部,才终于发现了这个传言的始作俑者,号称有800多家工作室在联手筹备这件事情,投入的数字更是夸张,有20万,直接准备给王仪贡献一个季度的收益。 这说话的口气,当时都把我震惊到了,后面的姑且先不谈真假,你这前面的措辞就让人感觉不到真意,啥叫司马奇改邪归正,这口袋版的端午节活动不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吗? 物价都准备掺斗了,他怎么就改邪归正了?再说后面的内容,真是天空有多大,你就有多大胆。 先不说梦幻有没有800多家大型工作室,就光这20万的数字,你们是打算把藏宝阁内的高价值物品清空吗? 更夸张地说,你们咋不再多找些人把王仪收购了?到时候你们都能直接翻身做主了,何必受王仪限制? 其实转过身来一想就明白为何会有这种传言出来,无非就是想找小八来当接盘侠。 而老玩家们对王仪的真正目的,心里都跟明镜而似的,指望王仪近期让号涨价那是想多不要想的事情。 当然,对于臀部魔宅这件事情,人者见人,这者见智。 想压一把王仪无可厚非,不过我个人是不赞同的,因为王仪现在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打击投机,基本不会干那些只会让小部分人获益的事情,例如杀鸡绝套装。 好了,哥哥们,你们觉得真有800家工作室联手吗?快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下吧。